TVPVS的采访团队 红富华刘婷婷 正在波兰首都进行采访 不过也观察到近期呢 其实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抵达 要抵达欧盟来进行相关的研讨 接下来波兰如何因应乌克兰的难民潮 还有区域的西方国家 会如何再来应对乌俄战争危机呢 交给婷婷 好 所有各位观众 TVPVS采访团队 只是为您在波兰的首都华沙 找过任何的最新情况 那现在呢是当地的时间 早上9点17分 之后呢我们即将前往到 波兰的西南部城市福斯瓦夫 来做进一步的相关报道 不过呢 想想要给大家多看一下 现在有关波兰媒体 是怎么关注这场的战事 我们来看一下 就来看一下今早的报纸 可以看到呢 在波兰的方面 他们是非常关心乌克兰的战事 所以呢可以看到 这份报纸的头条就点名啊 现在呢在乌克兰里头 每一天哦 光是一天下来 就有五个小朋友罹难了 所以可以看到呢 这场战争的血腥 不过呢可以看到 当地的报纸 现在也非常关心 俄罗斯军队的动向 这篇呢就点名说呢 普京现在已经改了他的一些军事上面的战略哦 所以呢可以看到呢 这新闻当中呢有特别点名说 因为俄罗斯的军队他们可能会主要从南部再往那个乌克兰的境内来进攻哦 所以可以看到呢他们认为呢俄军现在是加大这个力道 同时呢在这边在左上的位子呢也有放上这个拜登的照片 因为拜登将会在3月25号访问波兰 所以当然呢这里的媒体也非常关心 拜登的此行能够给这一次如何尽早的停止战事 带来什么样的谈判或是什么样的成果 对最后呢可以看到 现在因为其实这个俄乌的战事已经要将近一个月了 所以可以看到呢反战团体觉得呢 目前西方国家的态度还是不够强硬 所以呢这篇报纸呢就直接点名在明天的傍晚6点 反战团体会前往到德国驻波兰 在华沙的大使馆外头抗议哦 因为他们认为呢德国在这次协助如何调停 或者是在制裁俄罗斯方面呢 他的一些动作呢是比较被动不够主动的 所以他们认为呢德国方面应该采取更积极的作为 TVBS采访团队会持续为您掌握任何的最近情况的主播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